在采访的过程中我时常会想 创业者的最终归宿在哪里 创业的征程漫长 是否有终点 当我们疲惫的时候该怎么办 当我们达到极定的目标之后 又该怎么办 有人说创业者有上市 并购 转型 连续创业 现今生意 加盟创业 重回上班 七种归宿 那么面对不同的境遇 我们又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 如果创业是一次不知终点的征程 如果创业是一场九死一生的冒险 谁愿意同舟共济肝胆相照 与您一路前行不离不弃 我相信 我愿意 由爱问传媒出品的 爱问顶级投资人之创客法则 全新登场 敬请期待 风险投资家被称为这个时代 最会赚钱的一群人 尽管他们的体量 不到中国GDP的1% 但是屡屡创出的高额回报率 却经常令人炸舌 这些资本玩家究竟如何赚钱的 上市退出无疑是最常见 收益也是最高的一种 除此之外 还有哪些方式呢 创业推出为哪些方式 创业推出的方式有多种多样 最简单的就是我做这个公司做了一段时间了 包括我开这个餐厅开了一段时间了 我开这个洗衣房 开这段时间我不想干了 转让 转让 转让给别人 还有 第二就是我更高层次的一种转让 我卖给上市公司 卖给我的同行 合并一起去上市 当然最后一种最高的境界 就是上市退出 在A股 H股 美股 和比如说现在新热的这个新三板 其实还有新三板主板 创业板等等 那对于一个创业者而言 到底有什么不同 选择不同的板块退出 跟自己的企业的自身的状况 盈利的规模 收入的规模 市场战略率 品牌的影响力 和用户群 都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 过去 我们在中国投资的互联网企业 最后大部分都显示到 NASDAQ海外去推出 因为那个市场 对互联网的公司的定价 是最合理的 因为它不要求你有盈利 你亏损的时候也可以上市 只要你的行业的定位 市场战略率 用户的成长性 是足够的 在中国的创投界 哪些案例被奉为经典的推出 哪些被奉为经典的失败推出 我觉得早期成功的推出 就是在海外上市的第一批 第二批的互联网公司 像第一批的新浪搜狐 网易百度 这批 那么第二批的就是 盛大 包括后来的像什么维品会 这批公司 当然现在的去年的两个大推出案例 京东和阿里 当然也包括像这个默默 像这个剧本优品 也是非常不错的推出案例 我们在讲两个很有意思的情况 现在中国当下的一个热潮 就是很多美资企业或境外企业 它拆VIE开始回归国内 因为它觉得A股市场 能给它更高的市盈率和市值 你怎么看待这种热潮 这个热潮是很明显 但是只要BAT不回归 那么说明海外的资本市场 对中国的互联网公司的 吸引力还是很大 因为从阿里巴巴上市 市值超过2000亿美金来看 国际资本市场 给阿里巴巴的并价并不差 回来以后要高也高不到哪去 因为已经接近2万亿的市值 现在中国也是A股市场的一个巨头 回来的更多的是 中间的那批系列 他们在美国没有大到 让国际的大的机构投资人 才认同被低估了 可是他们的用户 他们的品牌 知名度在国内还挺高的 那么这样的话回来 就会有一个好的一个价值的提升 但是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 如果太多的国外的已经上市的中国企业 回归中国的A股市场的话 它市场没有这么大的容量去消化 反而也可能两年后三年后 它的估值不见的会比现在更高 有可能 但是我刚才前面讲的 只要BAT不回归 其他那些公司回归 所有的公司加在一起的市值 其实还不如BAT的一半或三分之一 所以对市场并不会形成一个 很大的一个资金的占用 因为相对于现在 人民币的资金投互联网的规模 感兴趣投互联网的公司的这种热情来讲 互联网公司 他们回来以后 还会是得到追捧 因为稀缺性 所以他们回来以后 会得到一个好的溢价 但是这些公司加在一起 也不会太大 所以对市场的资金的占用 不是一个大问题 近年来汪潮永旗下的 新中立资本集团 一直紧盯新三板概念 其投资的企业几乎90%以上 都是符合新三板上市的标准 新三板对于企业上市的标准 和要求要低一些 也不要求企业盈利 这恰恰给予一些投资者 一些新的推出渠道 截至今年8月底 新三板挂牌企业数量已达到 3359家 总量远超出主板 中小板及创业板 在市值上 其平均适应率已超越主板 而市场对于新三板热烈追捧 也引起了业内人士的警惕 能不能一句话来概括一下 新三板到底意味着什么 新三板是给了企业的 一个入门券 但是到了这个台上 你有没有观众 你表现得好不好 然后你将来还能不能吸引新的观众来入场 这是你自己的表现 可能上完新三板之后 可能的冷场是什么 可能的最糟糕的境遇是什么 可能被退市 什么情况会被退市 比如说你企业本身 你连这个起码的盈利都不能有 那么你空赚了几年 你亏损了几年 最后你还是不能盈利 最后没有投的人愿意投你 你的企业就这个清盘关门 还有呢 当然还有现在 有人买这个新三板的壳 壳 壳 但是这可能不是太值钱 在新三板如果说当下是一个波峰 能不能很给一些良心建议和忠告 它的落也值得大家去敬畏 我觉得现在作为投资人来讲 首先政经会给了一个门槛 500万门槛 也就是说你有相当的 风险承受的能力 不至于说你把这个全家的家传 全部赌上去 然后又承担风险的能力 以及更重要的 鉴别风险的能力 那么你自己鉴别的风险 你投进去了 愿赌付出 那么你赌对了 你看中了这行业 当然市场 不要就是一个声音一个眼光 说起投资成功退出 红杉资本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电商火热的那些年 各家机构抢夺电商资源 可谓不遗余力 但最终能上市的却仅有几家 其中就包括红杉投资过的 麦考林 唯品会 巨美优品等 而这些投资回报率 动辄就几十上百倍 那红杉投资退出机制 有没有独到之处呢 我看到这个红杉 当然中国资本投资的一些项目退出 有大概30多个是通过上市 有20多个可能会用这种 揭秘收购 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比例 其实包括媒体统计也是觉得 IPO和并购 就是退出的最标志 是吗 但实际上IPO和退出 其实是两回事了 IPO其实就是一个发展阶段 IPO只是公募 我们是投资是私募 没错 对 所以真正你要说最好的退出 对一个投资公司来讲 你是我刚刚说的一个创业者 如果从一个切入点 看到一个机会 在这个过程中成长发展 他整个团队在成长 构定一个商业帝国 那我作为一个投资者 我在我尽可能的程度上面 去跟他走得远一点 跟他走得远一点 跟他走得远一点 为什么 帮助他持续高速成长 这样的话对一个公司来讲 可能从基金来讲 回报是最大的 这是可能能算最好的 应该是帮他走得远一点 选择和帮助他走得远一点 这样的话从基金回报来讲 可能是最高的 而且创业价值 这也是最健康的一种价值体现 那上市的话只是他的一个 上市越来越 越不是一个目标 而是一个手段 所以从这样来看 这个退出可能更好一些 虽然目前创业投资火爆 但是大部分的投资 是无法保证收益的 根据清科集团研究中心统计 近两年大批投资基金 存续期已到 而VC和PU平均每年 只有近两成的投资项目 能够实现退出 那么对于创业投资者来说 是否也会设立止损位 又会如何选择退出时机呢 我们都投进去 公司 私有公司没上市 所以它的这个价值 你不容易根本看不出来的 要到很长时间以后才会有 即使买股票 对一个职业投资人来讲 它都有一套这个机制 比如它需要到什么时候抛了 它这个机器就自动执行了 它把人的这个情感的因素 给你看一下 到时候这个止损 你说跌了20%以后 全部抛 那就全抛 这是你们止损的办法 你们怎么止损 这是大多数hedge fund 就是买股票的 我们的很难止损 你怎么止损 你上市公司 你的股票没有上市的话 没上市公司 你没有流动性的 那你就只好待着 等 就是人生 人类最大之后 也不等了 你就是这个熬嘛 所以说这个 不是一个意思吗 伟大是熬出来的 没有 你还是要去做很多工作 你还是要去公司里面 帮助诊断 然后看看公司有什么问题 然后再引入新的资金 然后看看是不是公司 什么问题出在什么地儿 还是要做很多工作 就是你怎么确定 你推出的时间 是这个 你的回报率达到了 所以说这就是你觉得 它是时候出门 还是说我成就了一家伟大的公司 其实还真不是 我跟你讲 好多人跟你讲的 说我这个特别想创建一个伟大的公司 90%都是扯淡 为什么 因为你一个基金 每个基金是有生命的 你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10年 像A股人民币基金7年 你到了7年你不退出 你的LP就打你的门了 所以说你到了一定时候 你都得要考虑退出 你比如说我们美元基金 通常在7年 我们就得考虑退出了 因为你到 你从考虑退出到真的退完 还得要个很长的时间 所以你说你 七八年造就一个伟大的公司 把云全世界最快的公司 也十几年了 对吧 所以说 一个真正负责任的机构投资人的话 你很难说是说 我就 我投利的公司就是暴认 造就一个世界型公司来的 所以投资人你的心态 你要负责任的是LP Exactly 但是你这样 你不仅要对LP负责 你也要对你被投公司负责 所以你是要平衡这两个的 因此你在企业上的时候 因为通常像我们投资的话 都会占企业的股份比较大 如果说我是在市场抛售的话 那公司股票就会受到打压 所以通常我们都是在选择一个时间里面 通过其他的办法 比如说block trading 就是我们找一个下加 把我们这个整个股票全接了 不在市场上做这个交易 这样的话 对这个市场的股票价格 没有太大的影响 一般都是这样 因为如果你真正已经成功 退出的所有的决策的话 你都会觉得退早了 是吧 如果这个企业是成功的 你不会都觉得退早了吗 其实不是这样 也不是太那么纠结 因为首先你必须明白 你自己是一个职业的头顿 是个基金经理 所以你知道这个企业的成长 你在一定的时候 你一定要退出 所以慢慢的 你时间长了 开始可能还会有一些这种纠结 但到了一定时间过了以后 像我现在的话 就基本上不会有钱 就是那个钱不该我赚的钱 我一点都不记得 就是我们就赚这么多钱 比如说我们投资银联 我们后来这个政府 要我们退出来 那我大概六倍卖给了 中信产业基金 I'm happy That's okay 他后面可能要赚几十倍 That's fine 为什么 我知道那后面钱我赚不着 不是我赚的 所以我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 我可以是一个very cold hearted 就是非常 这个你可以说是能 人来说投资人是个冷酷的 其实我觉得一个好的投资人 真是要冷酷 就是说你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 你一定不要 这个有太多的个人的情感 的意思在里面 有人把创业 比喻成一段漫长的旅程 作为其中的乘客 投资人时刻考虑着 何时下车才能获得最大的收益 而创业者思考着 却是真正的归宿在哪 当梦想实现以后 如何还能保持奋斗的激情呢 在你投资的众多企业里面 那么多成功退出的 有哪些成功退出的 成功退出的还是不少 比如说 比如说四季家园 蓝天集市 居民有品 我还投了几个公司不变数 不变数 就是做 要并购的 那这些通过成功退出之后的 创业者们 你会跟他们怎么说 退出之后怎么办 继续有不同的形式回馈社会 这个是古往进来 当然是以美国 这些先进发达国家 经历来证明的 就是那些巨富 获得了巨大财富之后 他们都以不同的形式 有人从教育上 医疗上 公路上 安德尔·卡奈基钢铁大王 全美国捐赠图书馆 人家温哥华都有安德尔·卡奈基钢铁大王 所以这个创业者有了钱 就成功退出以后 最幸福的是 进一步的成功 就是回馈社会 就是你的理念 也是在理论上成立的 但是这些创业者们 难道他们不迷茫吗 绝大部分创业者都会迷茫一段 我也迷茫过 但是他们最后怎么速途同归 因为人性的呼唤在指引着他们 最终把他们的财富 用于对社会的奉献回馈上 这是古往今儿得到 无数完美的证明 比如举个例子呢 你现在有的这些 成功推出的创业者 怎么都做了 现成立是在你面前 对吧 06年新闻上学 我是很有钱了 但是我没有工作了 这个时候其实我陷入了 这个人生第二次抑郁症 第一次抑郁症是在加拿大 找硕士毕业找不到工作 真的抑郁症 不严重的吧 第二次是新闻上市以后 我陷入了抑郁症 真的抑郁症 我就觉得 什么都没意思的吧 做主持人有什么意思 拍个电影有什么意思 写本书有什么意思 自由世界有什么意思 这就是抑郁症 但是这个时候有人来找我 要创业 好 我给他们一点钱 从他们眼睛里看到那种火花 看到希望 那种热情的 我这个时候点燃了我 重新点燃了我的生命 所以坦率说 这是一个非常 personal emotional level的 一种reaction 而不是说社会的召唤 对吧 伟大的理想 不是 崇高的精神 不是 完全是我的生理和心理的需求 我需要在有了财富以后 对社会有价值 对青年人有用 是不是还有第三种方式 创业之后成功又退出了 我选择隐居田园 肯定有这样的人 创业是我人生的一段旅程 对 肯定有这样的人 举个例子 他们就在田园里面 我们就没有例子可举 有这样的人对不对 确实有这样的人 我倒知道比如说那个大导演 叫Francis Coppola 就是导演教父的这个人 他后来不捣乱 他就去 他是极伟大的导演 但是他就去加州开了个葡萄园 我还真在他来北京的一个宴会上 见过他 这是他的选择 但是他和那种企业家 赚了巨额的财富 然后归影田园不太一样 他作为导演不会太有趣 所以我这么一张的设置 其实是想告诉 有可能看这段视频的创业者 如果有一天假想 那个梦想实现了 然后呢 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 都在问这样的问题 那么几年前呢 我不是参加那个 在深圳的那个 《数字中国》的论坛 最后我问了他们 三个一个问题 问哪些人 就是马云 马化腾和这个李彦宏 那些马云都掉泪了 是吧 我就问了他 我说十年前 我就认识你们 你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梦想 然后呢 每一天都在那边做这样的事情 我说你们今天还有梦想是 还有没有梦想 你的梦想 如果有的话 梦想是什么 他每一个人给了一些回答 马云在那里说 说的都掉眼泪了 其实所谓的梦想 就是找一个目标吧 去实现它 我觉得比较有意义 就像说 你看我当年没想 突然一个偶然的机会 特别想当记者 那你就有个梦想 就去学这些东西 虽然从来没学过新闻 居然也考上了 读新闻的研究生 还驻外记者 是吧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人是要有个梦想 所以就是当我们撇开 所有的这些法则 规律之后 可能你想成为谁 你就勇敢地去成为谁 对对对对 创业者们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 回馈社会 五 其实所谓的梦想 就是找一个目标 去实现它 狼是最好的比喻吧 应该是狮子 它是追赶猎物的人 我还是喜欢我这个姓 姓熊 你就看它老在低着头 在那地方呢 寻找这种机会 我觉得应该是狼 就是要高度地饥渴 动作敏捷 然后看得准 我更希望我自己 是像鹰一样 就像秃鹰 一个动性 我就是鹰吧 更像鹰 就是我们在高空去看 哪儿是更好的机会 我听说应该不是 某种动物 有些动物跟 您有巨大的区别 我觉得是一个狗 这狗是最忠诚的 为创业者和创业者 一起分谈